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强哥哥 今天咱们又来买装备了 这次得挑个好一点的 上次买的电影护甲有点低 完全扛不住大脑的输出 被人打的那叫一个场啊 这次选了个美身心的 但属性还是挺不错的 本来还想买个恶心的 但价格实在是太贵了 划不来 武器就选个异性了吧 这攻击率已经是满值了 才13万的金条也不算太贵 希望大脑早点出伤心的武器 这样恶心价格就降下来了 像血强这种穷普增加 拿起来才不会那么心疼 又没了17万的金条 真是花钱如流水啊 赶紧把这些装备都给换上 去动弹自身测试一下 小强刚下飞机没多久 就被人给发现了 看来只能这营地 是开了大哥事业的呀 哎呦这小时没双护甲 都这么消当 看来是小强被小瞧了呀 直接打他一套 我取M94的输出就是给力 放弃能打出269的伤害 直接打了这人落荒而逃 真是太舒服了 还有一个人 我们把他也给灭了吧 这人用的是大炮 那小强就更不用慌了 只要我们保持距离和他干 这不当挑肯定赢 这小子很急着呀 一直拿树当掩体 多了小强很多素素 我们先往后来啦 这人肯定会追上来的 嘿嘿这下没掩体了吧 直接秒他 哎呦我去 他们队友来支援了 有点难受 这人轮起定棒就来打小强 看只是个武士王家 还有这人装备比较水 不然的话 刚刚还真可能被他给打敞了 又来一个喷手大佬 这就难搞了 咱们也不着急 先站直撤退 小强的护盾快被打没了 继续耗的话肯定会凉的 我们躲着角落 补补护盾子 顺便放个五人机辅述一下 我去 这小子也太狠了吧 死蜜砸小强 真的小强好欺负痒 防守就是一锁子 空血了 还敢和我皮 看我不把你给灭掉 哎呀 喷子大了 又追过来了 感觉有点干不过呀 原本小强是想拼一波的 但这营地又来人了 贴圣和喷子杠 是个错误的判断 小伯们不要学哦 这营地的人追的特别紧 你们看着小地图 附近全都是脚步移 真是有点无奈 趁他们还没发现小强 尽量多回点护盾池 哎呦 还有个人想在后面偷袭我 直接秃秃掉 这等哪被狼护盾也不好使 直接就被小强打跑了 我去 一下子上了两个人 没法打牙 护盾都快没了 还是快点溜吧 小强跳到空中 都被他们给击倒 这属性也太恶心了吧 快点溜 被他们打住的话 肯定会凉的 完了 现在小强空虚了 后面还跟着一群人 这下子逃不掉了 我们直接脱脚吧 还有小强不要裹大 不然又要被耍脚了 好了 那前视频就下这里了 我是小强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